兄弟们谁来教教我爵士竞争赛到底该怎么打呀 这么小的圈形敞拉竟然还成功这29名敌人 所以说这爵士竞争赛到底是跟那位大手子设计的 尽管我现在是在板无敌双战神 我这何得何能在四排里经浪得起这种考验呢 最后的圈形都已经刷新了 你就看左边的圣影人数我们这队那还是没有进入前十 但好在这波系统给的圈形那是足够讲究 最后这小圈刷的也直接给我们展开了什么叫做天命圈 现在我和四豪在这中心二牢那就是无脑打药 不得不说脚下这都抗肚水平那最刺激的是个耀神级别的呀 完了完了哥们这波顶不住了又只能率先倒地了 但好在哥们那是有个自救器的加持 也就只是比他们多抗你点劲到我就直接完成持续 什么你以为这么难打的对局是爵士竞争赛最后一把 不不不我们这把就只是刚刚开始 现在我们爵士竞争赛第二把那直接启动 开局首跳地点我们依旧选择四房大巴 不得不说这把门开始那真的就是王炸开局 不光是我抢的大巴就连我们一号也拿到了空头 这个离我们原本想法就是拿到优势就直接跑路 可是奈何我们几个也非得探天空赛场几个人头 在打正前方燕里敌的时候 也是没有主意对面这队在左边拉了个墙线 开局幸运buff还没跌后一分钟 我就直接被对面变成河子 随后我也坐上了彻底赛场的第一半飞机 为了保全自己 我这二面也不得不选择落在医院狗 但好在这队我们队友支援能量足够的快 在装备成瘾瞬间我们也直接集合到一起 所以我在鸡圈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了一队丰满自闭烟敌人 在我在烟里逛了两圈之后 他们也直接全部撞飞 随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看着顺眼的房区 直接就在这甲子部选择暗营扎寨了 不得不说这把我们游戏的真的就好到第一次 你看这都得绝带圈了 我们选点位现在还在圈里 随时场上的圈形越来越小 场上人数那是越来越少 此时我们早就已经完成了晋级 首先我这也是不考虑什么细节打法 直接就选择对着他们无脑进攻 虽然最后我们司法有些狼狈 但是第二把竞技赛我们也直接晋级 就在竞技赛里手感来了 那真的挡都挡不住 踩上一个山头 再使用精准圈局放倒一名敌人之后 此时炮楼一楼的敌人 那也直接成为了热锅上的蚂蚁 也想念了一切办法 拼命的去拯救他的队友 正当我幽崽幽崽在山头大修狙法的时候 这没想到啊 突出其来圈圈局小的也直接帮我放倒在地 现在场上人数还存活着24名敌人 但凡我儿子这把嘎掉 那么前两把付出努力也直接白费了 但是好歹这波我们队友也极为给力的把我拯救起来了 恢复好自己状态 辞职全行 但急刷在下面 这波没啥好点 就只能选择去顶到下面的厕所了 好消息是圈边厕所 但是没有发现敌人 坏消息是我们二号队友刚一下车就直接被抽飞了 这波车上没烟 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扎进厕所 这边我们原本以为我们前面站好 但是没有敌人 可是当三号走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沟里面躲了三只老六 好歹这波我枪先拉单的足够及时 在这一瞬间我也直接拖倒了两名敌人 随着周围确定刷新 这些独爱抗毒狗疯奶奶直接全部露出马脚 在我穿到独爱烟里面敌人之后 现在场上就仅剩下了我们三号两人最后一队 我们三号冲在前面使用秘欢放倒两名敌人之后 我站在他身后呢直接就为他补枪 这把没啥悬念也极为惊险完成其敌 好家伙 我四排都打金星了 这怎么还没有干到爵士王牌啊 第三把竞技赛我们也再次胜利 随后就来到极为关键第四场了 如果我们在第四把出现翻车 那我们前三把直接就瞬间白打 从我们拼金斩击一路地冲锅到了绝带圈 这场战役打完之后 在某一瞬间我们直接就嗅到了胜利子之闻 这不虽然我们对面也放倒在地 但是作为我们队友也极为帅气完成灭队 根据现在场上的人数 我们距离最后进行成功 由仅仅需要对面再嘎掉最后三名敌人 可是奈何这反转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一转头功夫我们一号就被对面给抽倒了 再一转头我们二号再次硬生倒地 此时这个时候再选择去营救我的队友 都已经来不及了 防区满边队压怪来了 没啥办法 最后我们直接就被他们一一穿四 几区再调三名敌人 我们这队就可以顺利进击 可是最后这还是出现了意外 完成了三个人的绝世纪赛 这在最后怎么又够碎了